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延長線的維修 這個延長線故障在這個地方 這裡是一個帶燈的開關 因為年久的關係 塑膠整個崩開 開關整個掉了 所以他導致呢他沒辦法去做開根關的動作 他永遠斷路所以這個就報銷了 那我們只要把這個開關換掉就可以了 OK 那要拆的話呢其實不困難 那大家記一個概念 怎麼拆就怎麼裝 這樣子拆過去就反過來裝回來 OK 第二個 拍照每一個過程中你都盡可能拿 手機或相機去拍照 拍下來之後呢你知道他線怎麼接你到時候忘記的時候你就可以 反推回去 把他接好 第三個安全第一 OK 好 那我們稍微看一下這邊的話呢 他只有四根螺絲 四根螺絲我們把它卸下來就可以了 四根螺絲拆卸下來之後這裡我們就要撬開 那我們換成 平的這一面 那 撬的時候記得不要用指甲 你很容易受傷 所以最好就是拿螺絲旗子 撬開 好 拉開之後呢我們就換個角度來看一下裡面的構造 Go 好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內部的構造 那我們看一下延長線從這邊進來呢 他只有三條線 兩條火線一條地線 OK 那 接地線的話我們就接到外殼去避免漏電的時候會電到我們 然後兩條火線呢 就一條串接這個保險絲 然後另外一頭呢你看一下 這邊接過來就接到這個插座 然後黑色也是接到插座 OK 然後就讓插座可以使用 那比較特殊是這地方 有接到開關的兩側 所以這一條的話呢 這一條應該就是供應 我們的那個 開關上面的燈在使用 這個就是在控制開關 那接下來我們就把解焊 解焊的時候呢要很小心 因為烙鐵頭非常的燙 那我們要拿 Penji 尖嘴先去把它 把它抽掉 OK 來囉 通常來講 靠上去之後他開始融化的過程中就可以把這些線給就抽掉 好 我們現在這樣子解焊下來之後 這都好了之後 那記得剛剛那個要拍照 好了之後呢我們就看到這旁邊這裡有卡榫 我們就要把這卡榫壓好 壓著 然後呢 他就可以往外推 那這要小心 不是很好推 這樣子出來了 出來之後呢我們就可以按照這個 模式 不是模式啊 這個樣式 樣式去買一顆一模一樣的回來 OK 那我們就先出發 去買 這個開關吧 記得喔先拆開關之後拿去比對 這樣會比較安全 不然開關的種類太多 你會 找很久 OK 接下來我們就去五金百貨找到了一顆這樣的開關 那這是有燈的 那我們看到上面這裡有一個 接法 那接法這邊老師說明一下 這樣可能看不太清楚 老師有畫下來 好 這接法的話呢 是這樣子 這裡的話呢 是燈 這顆代表的是燈 而這就代表開關 所以他這樣子寫的話呢 應該是代表 這兩個的話呢 是他的開關 而 這兩個的話就是他的供電 OK 這是他的供電 那這邊的話呢 要注意一件事情 要注意一件事情 我們的話應該正常來講 是要這樣子接 OK 為什麼是這樣子接呢 原因很簡單 我們稍微看一下 這樣子接 這樣子接的話呢 就跟我們一開始 兩條白色接在這邊 然後兩條黑色接在這個地方 那為什麼是要這樣子接 然後還有 這裡很重要 2跟3這兩條 如果接錯的話 你的燈會橫亮 也就是怎麼樣子 不管怎麼樣開 他都是 亮的 所以你要讓他 開的時候 亮 然後呢 有通電的時候亮 沒有通電的時候不亮 怎麼做呢 我就 這兩條 電線的話 你看一下 電燈是不是要接兩條電線 所以呢 我這邊 110伏特的電 會有兩條進來 其中一條接過來這邊 另外一條如果接到這邊 就亮了 所以外部的電線 外部的電線要接到這一頭 然後這裡的插座 這些插座 這些插座 要怎麼接呢 要接 一樣喔 他有兩個 兩個 兩條線嘛 就要去接到這裡 所以一條就要接到 跟這個接地 另外一條跟他接通的話 我們會接在內側這個地方 OK 接在中間 這條線 這個地方 這樣之後就有什麼狀況 一旦我們這裡 切開的時候 你看一下 一旦我們這裡切開的時候 就只有 一條線過來這邊 另外一條線 這裡是斷路 OK 包含的燈泡也是斷路 但如果呢 我今天把這裡接通了以後 把這邊接通了以後 你就會發現我電 就會這樣子過來 之後我這裡的插座 我這裡的插座就形成一個回路 OK我的插座就像這樣子 形成一個回路 而我的 電燈泡也是這樣子 形成一個回路 這樣子的接法呢 就可以讓我們的 電燈的帶燈的這個開關 他就可以 開起來 有通路的時候 燈亮 關起來 沒有通路的時候 他就 燈暗 OK 好來 那這裡我們確定之後 來這個switch在這地方 好 我們就把 像這樣子 把它塞回去 從外側 像這樣子 塞回去 OK 好 塞進去 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 把這裡去接好 接好之後呢 中間的這個 接在裡面 外面這個 把他接到外面去 好 那我這邊先 大致上固定一下 先大概固定一下 好我這樣子 先夾好之後 稍微做固定之後 我們就可以 先 確定一下 都沒有短路的狀況下 先接個電 試試看 接電 好 那接電之後呢 測試看看他會不會 亮 然後呢 會不會 狀況 你看一下 開起來 亮了 關起來 好 不亮 然後呢 我們再來還要測試另外一個事情 是 我們要拿三用電錶起來 三用電錶的話呢 這裡的話呢 有一個 ACV 我們一般來講是 120 110伏特的 所以我們就轉到 ACV 這裡 200就可以了 好 那把它插進去 那你看我現在是不亮的狀況下 我們怎麼插這都沒有 基本上沒有電 OK 不會有電 OK 這可能 這台太久了有一些狀況 OK OK 好 這都確定沒有好 打開之後 接一下 確定一下 你看 這裡 出現了 110 這 有的時候 這個跳動的時候你就把它轉一轉接觸不良 OK 確定一下 碰到 110 110 110 然後呢把他切掉之後呢你看他就沒有電了 所以這就是表示我們這邊電線這樣子是OK的 OK之後呢我們就要把他 電源拔掉 電源拔掉之後呢翻回來背面 然後開始 然後開始做焊接了 開始做焊接了 好那我們這樣子焊接好了之後呢我們就發我們就用斜口弦先檢查一下 這個 焊點這裡是不是都牢固 OK焊點都牢固的話一樣 我們再把他翻過來 然後呢把這裡記得喔這個都要清除 這些洗呀什麼的 這最好都把 清除乾淨 清除乾淨之後這裡我們先把他掃掉以後 確定都有了 翻過來一樣 插電 試試看 好 我們看一下 現在這樣子OK之後來開起來 亮了 亮了 關起來 不亮 好 然後 一樣 三用電錶 翻開起來 之後 一樣 不亮的時候 點進去 沒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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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這裡都沒有反應 好 接下來 放上去之後 你看110 110 大約110左右 OK 好 這樣子就完成了我們的 改造 然後呢最後一個步驟 一樣先把電源拔起來 拔起來之後呢 翻回來 然後呢 把我們的 蓋子 那一樣喔要檢查一下 這個呢 這個地方呢有沒有凸起來 在蓋蓋子的時候這個電線會不會碰到我們的 鐵殼 如果會的話你就 被電到的機率喔 好這裡都檢查完之後好 蓋回去 蓋好之後呢 旁邊的這個洞 這些洞口 好一樣 螺絲把它鎖回去 螺絲把它鎖回去喔 那鎖的時候記得喔 四支螺絲都鎖得差不多之後再一起 一口氣一起把它鎖進 好 最後這樣子 檢查一下 然後最後再插電就測試一下 然後我們就完成囉 試試看吧 以及 也許 再上一次 再上一次 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